救命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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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请放心 我一定会是死 包围殿下的安全 请殿下一定要振作起来 尽下 还有绐子 尽下 殿下 快 快走 開門啊 開門 窗戶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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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長安客管是下機就能進了 天王老子也不能壞了規矩 開門 快開門 開門 張櫃子 開門 張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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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去 快走 快過來幫忙 快快快 來了 快走 贾勒 留住了 走 没事吧 没事 我走了 走 我走了 你到底什么动静了 你没动静啊 你这什么动静啊 你这什么动静啊 没看清 小儿 在这儿太吓人了 不知道 死好了 都严实了吗 放心吧 休息一下 走 小长 我长长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殿下不可轻举妄动 外面的妖兽 叔叔 很可能是从我们而来 你是太子 千万不能有任何善事 这里人多眼杂 万不可暴露身份 你说说 你看清了吗 外面是什么呀 谁敢看呀 命不用了你 我会保护你的 regulate 是啊 小公子 莫怕 已经做了 这哪儿来的妖物 混沌未开 污浊坠下 此为物类哀念击中 灾也 难也 王者势中 承下盛强 耳必均名 怕是黄道有鞭啊 我的孩子还在家里 我要回去 你待在这里 我去去孩子 你要分清 谁是你现在能保护的 这怎么办 那我们也不能就在这儿等死吧 从现在开始 凡是能出的伤力 我们轮流来支守这些门窗 就从我们开始吧 大家守住这里 等待朝廷 派人来救我们 等啊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去 给老子弄下亲手的兵器 这里是长安客馆 招待人的地方 没有兵器 我们长安客馆 本来是不能让你们见的 这见读 平时不让见也就算了 现在还不让见 这 这是长安客馆的规矩 什么狗屁规矩 长安客馆 用名九云醍醐楼 是全长安排名第一的客馆 只招待达官显贵 老子 今天就是达官显贵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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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这么有力气 外面才是你该待的地方 我能怕了不成 小大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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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可不必如此吧 除非 他向小二道歉 让我去堵山门 我的妈呀 这里还有后天 走 踢不过 退 走啊 走啊 来 乖儿 下了 这么安全吗 放心吧 门是解石虎木做的 够样 原来这才是长安客馆 简直就是宫殿呀 果然是招待达官贵人的地方 不是一般的事 你先坐这儿 我说 别请喂 请听我一言 危急当头 无谓的争斗 只会让我们陷入更大的危难中 外面的迷雾中 不知道还有什么妖物等着我们 待在这里 等待朝廷的救援 或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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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放心吧 外厅的后墙是石头砌的 特别安全 这不打劫啊 抱团取暖 你懂不懂啊 那你得付钱 你又不是掌柜的 凭什么付你钱呢 虽然我不是掌柜的 但我是这管事的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是做生意的原则 小二就小二 原则倒是不少 我就喝一口 喝一口就换去 不行 喝一口就换去 也切吧 去ee 行 行 去行 洗擦 享账 arrival 去行 行 来 现在应该有空房间 我阿弟身体不适 安排个房间休息一下 楼盛 小二 我也要开建房 我倒要看看 长安客馆 还能有什么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我们长安客馆 跟平康房满春阁合作 那里的名书官籍 都是直接安排上门的 你又来捣乱 不 这次是真的 我有钱 这钱袋是我的 在我手上 就是我的 这是促金秀 我见过很多贵人哟 你说的没错 这就是一位大贵人赏我的 你说谎 那你就不是说谎吗 我要住店 天字好 按理说 你现在是不是要听我的 原则上 是这样 我要请 所有人吃顿饱饭 可以吗 原则上 可以的 你给的银两足够了 天降神伐 大家都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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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顿饱饭 就当做给大家送行 大家都要死了 今儿个我是主 你们是客 除了吃饭 你还能享受点别的 你是满春阁的 像这种情况 是也是 不是 也是 现在 对 就现在 不过我也是要收费的 这种情况 说不定活不到明天哪 要钱就什么用啊 要是能活着出去 我还能赚一笔 我还能赚一笔 来啊 北斗灼灼灼灼灼灼灼 劝龙各衣装 富贵妃所愿 与人 祝 盐 锅 殿下 这外面的雾 还是没有推散的迹象 容属下再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和小儿商量 不用了 肖大哥 我都想在这里看看 会发生什么 这才是民间真实量的 的确如此 我们出来已经两个时辰了 现在 禁军应该已经在全力搜寻我们 威府出巡的事情 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宫里也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失踪 再者说 宫里如果也是一片混乱 那我们只能自求多福了 如果迷雾只是包围了这里 那我们还有逃生的机会 光鲜 现在天色即将转叶 属下还是想出去看看 外面的金矿太过凶险 不能让你出去 各位 那位客官要请所有人吃饭 可是我们没有厨子 我虽然厨艺不精 但还勉强凑合 不如 不知道我可以吗 我是个船夫 年轻的时候 做过厨子的 成 成 来来来来 来来 走走走 没有工钱呢 为什么不能再等等 朝廷会来救他 实不相瞒 我们之所以打猎为生 就是因为不再相信朝廷 不再相信朝廷 我们家中都有妻儿 老小在等着 如果他们也被困住了 就只能等我们回去救他们 我母亲还在等我 我要回去 我也要回去 我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们常年和动物打交道 动物们在日夜交替之际 会有一段时间沉寂 这个时间逃生 是最好的机会 好 那我们就一起出去 去救我们的家人 我们走 一起走吧 不行 你们不能就这样走 倘若就是你们两个人也就罢了 他们几个守无寸铁的百姓 如何能逃脱 他人性灵寄托于你 请慎重行事 公子深明大义 思虑周全 可此情此尽 又该如何是好 我们都是自愿的 与其待在这里等死 不如出去 去陪我孩子啊 嗯 陛下 出了客覃 向南走三个街口有个铁匠铺 随便装备着 总比手无寸铁匠 小大哥 小大哥 你同行保护他们 殿下 我命你 好 谢谢啊 我随你们去 送我一个 我家人 是 陪伦 你俩讨阵 我拿好 我们沿途往东走 目标落脚点在铁江铺 记住 中间无论发生什么 看到什么都要听我的指挥 看来是我们多虑了 见机行事 到你们身边走 你扶一批 可以 帮你帮我 哪里 小艷 小艷 我 我 走 走